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各位說明 韓版天堂M5月最後一週的更新內容 這一次有發布了新版本的預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內容有哪些 首先第一個更新就是 平鎮掉落率不死的活動 上一週是獵焰地尖 而這一週韓版更新為 破滅的奇焰地尖 平鎮掉落率加倍活動 第二個內容就是 雅丁狩獵活動延長了 跟上週一樣 你只要完成每日擊殺500隻怪物 就可以獲得一個鑽式的補給槍 第三個內容就是 七週年的賽季千道票券 一樣是使用天幣可以購買一般票券 然後使用1200藍鑽可以購買特殊的票券 然後這個票券的最後一天會給你三張紅卡三選一 好下面一個更新就比較特別的 官方更新了部分狩獵區域的金幣掉落量 並且同步調整了三色硬幣的掉落量 至於掉落量改進的地圖為何 我們等到詳細的內容再看吧 好啦以上就是韓版5月最後一週的主要內容 資訊量有點少 可能要等到明天主視覺的官網更新後 我們才會知道更多相關的改版內容 我是丁丁 這支影片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再會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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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